好的,当我们把这个左右针的都已经调起后,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啊,你看,它是在这实际上分开的啊,然后我们把它所有的帧数给大家来展示一遍,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我先拿下来一一的给大家说啊,这时候呢,你的整个后脖子这个位置啊,你数一下应该是九帧,九帧呢,就是你剩下的帧数啊,还在你的这个毛一帧上的帧数, 这后背应该是九帧,左右各六帧,这你是知道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挖零后的啊,这个帧数,左右都一样的,一边六帧,另外一侧呢,也是六帧是指的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帧数啊,它是六帧,好了,如果只帽子的话,我们就剩这一点点帧,它一定是不够的,对吗,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一定要给它再挑帧或者是加帧,这时候你会发现,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一大空档啊, 就是我们支两厘米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它呢,有很大的一个框量,有很大的一个空档,我们要在这儿呢,给它挑支出六帧来,这个位置啊,这需要我们后挑支出来的,另外一侧呢,也如是啊,就是这个位置,你看,就是我们缝合尖头之后,然后,这一段的距离在这儿啊, 我们要在这一部分,给它挑支出六帧来,看到了吗,要挑支的位置,以及原有的帧数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掌握了,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加帧,我们要怎样加呢,我们要在原有的六帧的基础上,给它变成八帧,也就是说,在六的基础上,再多两帧, 啊,我就放在它下面,当然了,为了对称,那么这一侧的六帧,也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帧,放在这儿了,而且,它这个是一个帽子,帽子它的边缘部分,我们要穿小绳子呢,所以它要一个帽子的边,是双层的,双层边我们需要给它加出两帧来,这个夹可跟这个夹不一样,它是平夹出来的两帧,一会儿我就会教给大家,平夹出来的这两帧是怎样操作的啊, 包括另外一侧也是,你看,我们也要给它,在这位置啊,平夹两帧,这边也要平夹两帧的,它是呈现一个对称的状态,现在好了,你把所有的白色小纸片,啊,看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加法,它一定是我们的,总的帽子的帧数啊,我们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它的帧数是多少,啊,这一部分呢,就十帧,这也是十帧,这叫二十帧啊,二十帧啊, 加两个六,两个十六,啊,两个六帧,那就是三十二帧,三十二加,后边的九帧一共是四十一帧,好了,我们现在,总的帧数一共是四十一帧啊, 也就是我们要让它的,啊,所有的帧数按照我们之前要求的这个,来完成的话,帽子这一圈,四十一帧,要按照这个来完成,而且,你可能会有疑问,哎呀,我这个六帧的前提下,怎么样加出这两帧呢? 在哪个位置上呢?没关系啊,我会给大家,把这个位置先固定出来啊,你看它不是一共有六帧吗? 我们要把这个六帧要加的这个位置啊,给大家呈现出来啊,看,我们要在这位置给它,加出一帧来,至于如何加帧,你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对不对? 我们之前已经操作过很多次了啊,也就是,你看这儿,one,two,然后第三帧,这位置,缝一个别扣啊,这位置以后我们要加帧的,然后又隔了一帧,下一帧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另外一侧也一样,完全的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啊,方向啊,给它,把要加帧的这个位置啊,先别好,就是为了一会儿提醒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加帧的, 对不对? 好的,这些都完成之后呢,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步了啊,好,下一步就真的实际操作,我们把理论已经做得非常透彻了啊,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要最后剩下,啊,最后加完是41帧,怎样呈现这41帧呢? 啊,就是现在我们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在它的后边啊,这个位置再系上一根线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把线呢,从后边这儿啊,给它进入一下,进入以后呢,我们给它勾出来 要在这个位置啊,要在这个位置啊,进入以后勾出来 实际上呢,这个挑织领子的这个环节,挑织帽子这个环节呢,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嗯,这个位置呢,我不给大家做任何删减,然后你只要跟着我一起织就行了 然后我们给它打一个结啊,两三厘米长的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弄结实了,弄结实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来织它这个帽子的部分了啊 非常非常的关键,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和我一起把这部分完成啊 好,我们看啊,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的这个线系好了 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要在边缘的部分要夹针,形成一个帽子边儿,还记得吗? 两针的啊,怎样夹这两针呢?看我 完,除,好了,加完这两针之后,我们上来就要织这两针 因为现在这是正面儿,所以我们上来要织正针啊 好了,织完它之后呢,继续向前直 看这位置,我们做过别扣,对不对? 有别扣的地方我们要夹针的,之前给大家讲过,还记得吗? 好,我们现在开始加针了啊 进入绕线,拨出来,再回到它这个圆针套的这个位置啊 好了,完成了一次加针啊 下一针圆样枝 哎,又来到了有别扣的地方了,对不对? 好了,我们依然进针,绕线,拨出来 绕在它的后边啊 再完成一次 然后最后一针呢,圆样枝好 然后就来到了之前我们说过的啊,很大一段空当的这个地方 这空当的是,你看,像一个小直角一样啊 像一个L型 我们就要从这儿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宽度的位置,我们一共要给它挑支出六针来 还记得吗? 这六针呢,就是这个位置啊 从这儿到这儿给它支出六针来 然后大家看我是怎样支的 非常关键,你在之前肯定没有学过啊 因为在之前我们教大家都是普通的拿两根针再支 但现在只一根针啊 大家看,我要开始了 第一针 One 第二针 Two Two Thre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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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 它的这个动作啊 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这两个怎么差那么远 没关系的啊 实际上你看 它并不差的远 因为这两个是分界处 它如果长期这么 两个分开的话 就会在这产生一个印记 没关系的啊 我们下一针就是要 在这个位置啊 继续的来编织 需要把它的这个 毛一针啊 给它转移过来啊 看 转移过来之后 我们知道这位置呢 一共是九针 我们要把这个九针 都给它按原样啊 织成正针 给它织完啊 看 好了 这完这最后一个正针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又来到了 那个大空当的地方 对不对 这边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它因为是对称的 所以 这个位置我们同样啊 要给它完成六针啊 在这一范围之内 有六针 看到了吗 要给它枝条出六针来 这个长的线条 不必理会给它放里边啊 不要让它影响了你 六针啊 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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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六针已经完成了啊 你看实际上它离得很近的 但由于这位置针套一直在拉扯着它 所以才显得很远 不用担心啊 我们按照原有的针法 给它继续织就行了啊 织正针 好了 下一针这位置 你看是别扣的位置了啊 我们要在这位置给它加针 你看刚才两个针挨着的 织完以后一扯都会离得很远 对不对 好 这一针我们要给它织 两针 因为它是我们之前 说好的要加针的位置啊 这一针正常织 看又来到了别扣的这一针了啊 这一针依然是要加针 加了针之后还剩下两针 织完 织完没有完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还记着吗 刚才那面平加了两针 对不对 这一面我们依然也要平加两针的 这样加的呢 看 一针 两针 One Two 加完针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反面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反面都织成反针 现在你数一下 如果你没有错的话 完全按照我要求的做的话啊 你现在应该所有的针数加起来是41针才对啊 这一行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完成才行 因为刚刚有过加针甚至是织条针的位置 所以这一行非常的复杂 按照我们织好的针数一针一针的完成 千万不能掉针啊 这一行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把这一行织完 从下一行开始就会非常的简单了啊 给大家强调一下 从下一行开始我们就要正面织正针 反面织反针 往反向上织啊 一共要织18厘米 保持住我们原有的针数 41针不变 从你开始啊 从刚刚的那算第一行这是第二行啊 从第一行的位置算起 我们要向上往反 一共只18厘米高 保持原有针数不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它的帽片的部分 OK 好了 现在呢 就已经把最重要的最难的最容易出现错误的部分编织好了 大家看 我们现在就要保持住现在的这个已经加过的这个针数啊 这个41针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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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织了 记住了吗 啊别扣呢 一会你要是不喜欢它可以扯掉啊 一直向上织啊 没有任何变化 将这41针 你看它是41针啊 从这头到另外一头一共这么多 往返往返向上织织织织织织 一共要直到18厘米的位置啊 18厘米 41针 现在直到18厘米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停下来 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下一步的操作啊 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